工作使用 安装 气化炉可安装室内或室外 室内安装 应注意要安装在卧室内 只相通的空的房间内 以防一氧化氧化碳中毒 安装气化炉的地方有良好的风风 安装气化炉的地方必须接好220V电源插座 以供引风机使用 专用造具与气化炉的连接 可用胶管或钢管、PVC管等连接 连接中注意横管的水平 以防管中积水影响空气 安装造具的房间必须安装强力换气扇 造具上和炉体上的排气管 用钢管或PVC管连接空到室外 该设备有循环水降温功能 安装时能将净化器后面左侧上下阀门 与自制的水箱连接好 造具应放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 尽量避免穿唐风直吹造具影响使用效果 在净化器后面的右侧下部加水管上 有液水管在液水口上接好软管 调适使用 调适准备工作 将晾晒后的农作物接杆粉碎至两公分左右的碎段 通过晾晒控制水费含量不超过20% 打开净化器过滤室门 将活性碳或玉米芯等过滤介质 填满过滤室官员门子 通过净化器后面